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礼拜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国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 如同我们昨天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的 这个地方小时线 其实在本周一就开始出现了指标背离的迹象 什么是指标背离呢 就是说股价指数它创下波段的小高点之后 但是这个指标它跟不上 所以我们从小时线就很清楚的可以知道说 指数即将要陷入一个整理 所以我们看到后面几天 礼拜二礼拜三包含到今天礼拜四 它的高点越来越低 尤其是这边有一个小跳空缺口往下 那接下来观察重点 你只要特别的留意 10770跟10680这两个位置 如果它跌破了10770 就代表说这个盘准备要出现一个明显的转弱迹象 那如果跌破10680 那就是正式转弱的一个迹象 好那短线上指标是面临一个修正整理嘛 那我们从日线的架构来看 其实它还是不拖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整理盘 那这个区间整理盘的特色呢 我们昨天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尤其是在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你看起来好像准备要突破这个区间的高点了 但是它你看礼拜三礼拜四又跌回来了 就跟上次一样嘛 你看起来好像要往上突破了 结果它又打回来 重点是你觉得它很弱要跌破这个区间下缘 觉得说它要直接直接往下溜了 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它一样又弹起来 一样又弹起来 所以整个盘的架构还是在一个区间的箱形整理盘里面 除非这两个关键价位很明确的跌破了 那我们也跟大家报告说观察的重点要看的是什么 除了这两个关键价位以外 你要看的是台积电跟大力光嘛 大力光今天还是走弱 但是台积电兼效法说会 那大家所预期的这个台积电接下来第三季的盈运表现会走好嘛 所以今天台积电的表现是好一些些 但是指数被其他的这个股票所拖累了嘛 虽然今天只有小跌29点 但是这个成交量又往下缩了 缩到只有1044亿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昨天跟各位投稿的报告 日线的KD指标已经收敛了 但今天正式出现了一个死亡交叉 也就是意味着接下来 指数会慢慢的呈现一个走弱 来探这个区间的下缘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从整个大架构来看 从大架构来看 其实我们看法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这个大架构是一个大的周线 收敛三角形的一个形态嘛 既然是收敛三角跌升 第一次跌升反弹上来 他来到这个收敛三角的这个位置 那是一个大的压力区 所以这个压力区逢高 你本来就应该怎么样 站在一个卖方 那跟去年的这个地方是同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他前面的量特别大的时候他见高嘛 后面量逐渐不断的萎缩 萎缩到末端之后他就往下跌啊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嘛 大量然后见高 后面开始量萎缩 萎缩到末端接下来就往下跌 所以周线的架构就注意这两个位置 尤其是10680 这个地方如果跌破的话 会非常非常明显的转弱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认为说这个地方感觉上 开始慢慢有转弱的迹象 因为你看上跪指数 上跪指数昨天哦 昨天他出现往下跳空缺口 我们还特别跟大家分享 整个波段以来 昨天是第一天 第一次出现往下跳的跳空缺口 而且也是第一次你看到上跪的跌幅 大于上市的跌幅 所以昨天上跪他跌幅是0.59% 就已经比上市的0.52%跌的更重了 代表说这个地方 内支的股票有一些小型股 这个内支阻力有开始慢慢的一些 撤退的一个迹象 所以昨天这个日线K例指标 他已经出现一个往下的死亡交叉 那今天呢 你看今天更明显的嘛 他跌幅扩大 而且这个地方有没有 他的这个K棒 他一根黑K下来 又把过去一个礼拜的全部都吃掉了 这个地方今天上跪的跌幅 很明显就超越上市跌幅好多 因为今天上跪跌幅是0.76% 上市呢只有小跌0.26% 代表说沙盘的重心在中小型股票 所以大家今天应该很明显的有感受到 其实大盘是没有什么跌嘛 但是怎么感觉上大部分的股票都是黑的呢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从上市跟上跪 对我们把合在一起看嘛 上面这个地方就是上市的收链三角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上市加权股价指数图 一个收链三角 那上市的部分 他来到这个区间的这个高点 收链三角的这个末端嘛 压力区嘛 问题是上跪呢 上跪他现在才到这里而已嘛 他跟之前的这个高点差距还很远嘛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小型股票 他离去年的高点差距都非常的远 不相信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被动元件 看一下矽晶元 那这些股票包含像工具机相关的一些个股 其实现在的位置跟去年的这个高点位置都差的非常远 那你说要往要往上去突破 甚至挑战去年的这个高点位置 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一个现象了 好 那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提醒大家说 这个地方逢高 他已经反弹回前波高点的实属难能可贵嘛 像这样子的标的呢 逢高要站在卖方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的热门标的 比如说散热族群 PCB族群 5G族群 这几个比较热门的族群 尤其是今年上半年涨幅排名前20名前30名的标的 像这样的标的呢 其实就好像去年的这些被动元件系晶元 还有工具机的部分 其实在下半年 他的主流族群啊 这个主角会换人当嘛 比如说我们看今天这个泰塑的部分 其实今天的这根K棒是往下跳 昨天还是往下跳 光是两天哦 这两个跳空缺口叠下来 就把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买进的投资人全部都呈现套牢 这就说明一个什么现象 这就说明说 你平常如果没有逢高 就是越走越高的时候 你就开始分批这个减码 分批这个卖出 当他出现往下跳的时候 或者出现一根长黑K棒的时候 基本上你会来不及跑 因为他这种往下跌的 只要两天的一个时间 当你还在犹豫还在观望 或是不小心没看到的时候 他就把过去一个多月以来 所努力所买进的这些筹码 全部都呈现一个套牢状态 尤其是像这个地方 成交量已经明显萎缩 在高点出现之前 他量比较大 高点出现的时候 成交量一直不断的变小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他资金动能已经变小了 这个地方你看KD指标 两次出现一个死亡交叉 接下来他已经准备 要来测试这个季线 如果季线又失守 代表过去一季三个月以来 买的人全部都套牢 所以这样子的股票 大家都要特别小心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国际市场方面 你们发现这两天 川普的一些言论 推特上面的一些言论 感觉上好像怪怪的 你看这个川普 他说他以前都把习近平 但是好朋友 可是他最近 他说习近平已经跟他 已经没有那么亲近了 已经不是那么好的朋友了 而且他说贸易谈判 还有很长路要走 之前他都不是这样讲的 之前他都是说贸易战有希望 随时都有机会签约 他现在尤其在G20之后 已经进入休兵状态 开始要密集磋商的情况 结果他竟然还说贸易谈判 仍有长路要走 跟习近平没有那么亲近的 而且是情况 未来还是会对中国 有可能必要的时候 针对3250亿美元商品 25%关税还是有机会加上去的 因为他说中国在高峰会之后 其实没有一约采购 这个大量农产品 他觉得很失望 但是中国太多是什么 中国他指派了一个 鹰派的一个商务部长 就是中国商务部长 这个中山 来加入谈判 他是一个非常鹰派的 你看他的言论 这个中国的人民日报 专访中山 中山他说 我们要发扬斗争精神 坚决维护国家跟人民利益 所以你看到斗争精神 这个就是标准的 共产党的一个用语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贸易谈判看起来 中国态度也很强硬 美国态度也转趋强硬 所以贸易谈判搞不好时间会拉长 甚至于说美国不开心 他有可能会真的 对这个3250亿美元的商品 进行一个课征关税 尤其是现在美国股市 还在相对高档 7月底看起来是会降息的 如果真的降息了 因为目前看起来降息率是非常高 接近百分之百 真的降息了 那股市假设又在高档震荡整理 那完全没有出现一个 往下跌的迹象 那这种情况 会让川普他更有底气 就说好 那我就直接克征一个关税 对中国进行一个下马威 可是你看中山他的态度 之强硬 他在上礼拜才刚刚开始加入 双边部长级的一个会谈 在电话会议里面 他就直接说 美国要为这次的经济减速要负担全部的责任 因为他认为是美国掀起贸易战 课征高额关税 所以美国指责中国没有购买大量农产品 那中国他会认为说 你又没有让步 你又没有把关税取消 你又没有把华为的禁令取消 那为什么中国要购买大量农产品呢 所以两边现在态度都是非常非常僵硬的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 钱跑去哪里 跑去生技股嘛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先有跟大家报告过 生技的股票 生技的指数 其实年初至今的涨幅 他是超越这个大盘的 超越这个上市指数的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 上市的生技 他的涨幅是非常强劲的嘛 对比到我们刚刚看到这个 加权股价指数一个现行 这个地方他是特别强劲 那今天有出现一个小小的上影线 为什么 因为短线啊 他出现了这个指标背离迹象 就是说他的日线过高 他的高点过前高 但是低点 他的这个指标 KT指标这个高点是没有过的 所以短线他会拉回休息整理一下子 那包含上跪的生技也是一样 上跪的生技股票 他也出现二度背离 就是这个指数两度过高嘛 那指标两度没有往上突破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看这个上影线 就让他比较长一点点 所以他会往下做一个震荡整理 但是个股表现不一样嘛 我们知道这个主流族群是在生技里面 所以会有很多标的 就在生技族群面 一档一档来回去做一个轮动 比如说像这个1784的训练 这个是做细胞疗法的嘛 从21.5涨到49.55嘛 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他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涨了一倍 可是你看今天又再度攻上涨停板 来到52.4 那他的特色是什么 起涨的时候 我们讲的是起涨的征兆 像这样子的股票 起涨征兆 第一个要均线纠结 第二个草丛量 成交量明显放大 所以他就很快速的往上做一个攻击 那再来是比如说像3205的百岩 这档我们在群组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 他的特色也是一样均线纠结 短短三天的时间 他就从52块攻到64块 而且今天还涨8.8% 一样成交量放大 而且是连续出现一个草丛量 再来是比如说像我们跟大家分享 这个昨天讲的比较详细的 这个6541的泰服 这个基本面我们讲的特别详细 他一样是横盘整理嘛 昨天是突破布林轨道的第一天 那这个地方呢 他一样是均线纠结嘛 均线纠结之后 下面伴随的成交量放大 而且连续三天都大于这个均量 可是你看前面之前在涨的时候 他都只有一根量 一根量一根量一根量 后面马上就休息了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成交量连续三天都大于均量 而且股价这个地方 重点是均线纠结 所有的成本都集中在这里突破了 那过去几个月以来的都赚钱嘛 就准备有机会往上做一个攻高 而且你看他周线月线都在低档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4743的合一嘛 这档标的他是做新药研发 他有两种药已经进入这个人体临床的试验嘛 第一个是欧温101嘛 那这档标的这个药是做这个糖尿病的 逐步的这个溃疡新药 他已经进入这个美国 大陆台湾三期的一个临床试验 进入三期之后就快多了 那另外一个是OB318 OB318是这个肝癌的新药嘛 那是肝癌新药已经获得美国第一期的这个临床许可 那当然这个后续的时间可能还会拉得比较长一点 比如说像第二期第三期 但是因为整个生技族群 在往上做一个飙升的时候 你看他的大股东是谁 是中天生技哦 是中天生技 持股21.92 所以这个就有想象题材了嘛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4743合一 他也没有符合我们刚刚先前所提到 飙股的特征 你看均线纠结 成交量明显的开始有一点点要放大迹象 今天就比较明显的放大了 上一波从27涨到35 就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 27涨到35 他一样是均线纠结 没有这地方均线纠结 而且量放大出来草丛量很快速的时间 就从27涨到35嘛 你看看他的股性 这档股票他股性向来都是非常彪悍的 为什么你看在2012年12月份的时候 他出现第一次均线纠结 然后放量往上攻很快速哦 从21涨到72块 你看涨幅超过一倍 超过两倍 那这个地方呢 是2014年的四月份 他往上飙升 从49 飙到86块 也是很短的时间 而且一样是出现均线纠结 成交量放大 很快速的就往上攻击 所以这样子的股票 他的股性是非常彪悍的 所以现阶段股市越震大 生计就会越强 因为他是资金避风港嘛 比较不会受到贸易战 还有受到景气循环的影响 因为人生病了 那无论如何就是要去打针 要吃药嘛 这没有办法避免的嘛 那再来是我们看到中国 跟美国的情况 感觉像贸易战 还变得蛮严重的 那这个时间会拖长 那中国的经济 基本面第二季的GDP 创27年来最慢的一个成长幅度 代表中国经济不是很好嘛 那美国现在正值超级财报的时候 第二季的这个获利 比去年同期预估啦 根据这个研调机构 会减3.30% 其实美国的获利状况也不差 也不好 但这个地方股市是涨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大家有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 准备要降息嘛 所以这个股市的上涨是虚胖的嘛 所以股市上涨虚胖 有些就是被人家拱上去的 这个电子的相关族群啊 比如说像美国尖牙五虎 他就没有办法再创高嘛 像这样子股票就要卖 那台湾的一些电子的 我们刚所提过 上半年热门标的 你一样要做一个卖错的动作 尤其是当他来到前波高点附近 越热门的 越多人买过的越要卖 那把卖掉之后呢 这个资金就要转移到生计族群 因为包含今年的 包含这个月的月底 有个生计月的题材嘛 还有接下来总统大选 像这个蔡政府嘛 他也是对生计题材是情有独钟嘛 那接下来蓝颖的候选人呢 他也会慢慢的提出 这个生计相关的一个政策嘛 所以我想他为了要互别苗头 有些特别的题材的标的 特别题材的公司 都会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的地方 因为资金会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前进 他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好的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最后参考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持续锁定股民当家的赖群组 我们赞号是小小鼠 HCD5326J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